这款型手机市场虽然逐渐饱和 不过各大厂还是不断研发推出新机 宏达电昨天推出了One X9 还跟电信业者合作,抢供行动支付 而韩西大厂三星则是在今天发表了最新的S7 Edge手机 诉求防水双曲面侧荧幕 希望能够打动消费者 最新旗舰搭载5顶层曲面荧幕超级吸睛 同场发表的除了超级吸睛的S7 Edge 还有旗舰S7 三星表示跟上一代比起来 不管在性能或是功能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对他们在台湾的销售也十分看好 今年我们比较是一个以手机为核心 然后发展它整个生态系统 我们可能在防水这个部分 我们到IP68的等级 另外就是说它本身又有很多 就是说跟其他的连结 看到这次消费者的 大家整体对它的评价 我们相信它在销售上面 其实会有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本土手机业者也没有闲着 宏达电的1系列在天胜利君 星机1X9主打金属质感 还跟电信业者合作 瞄准行动支付市场 老实说我觉得差异化非常重要 尤其是现在的高阶支援手机 它的那个已经饱和了 台湾在所有第三方支付 不管是Samsung Pay或Apple Pay 最重要的是台湾的金管会要赶快过关 看哪一个合作的比较宽广 这样消费者才会想要去利用它 大厂新机一波接一波 除了比规格更要比独特性 才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有一点TV 我们这里家红台北报道